我可以来回穿越岛唐朝 在大唐我是无所不能的仙人 苏晨穿越回现代 却不料被两个古代人偷摸跟着穿越了回去 你们两个怎么跟上来了 主人 不怪我不怪我 都是这个臭小鬼非要跟上来 我是为了阻止这个小鬼才跟上来的 胡说 你这女人满口谎言 我明明是被你给抱过来的 哎 算了 时空之门已经关闭 需要七天之后才能再次开启 你们就留在这儿 通通快快的玩上几天吧 好啊 好啊 嘿嘿 这里就是老爹说过的仙境了吧 先生果然不是凡人 哼 死鬼 不知道和哪个女人鬼混 我可得好好看着你 实在不行 救人到毁灭 好了 你们两个跟我走 先带你们去大商场买点吃的玩的穿的 然后带你们去游乐场玩 游乐场 一听就是小孩子玩的地方 太幼稚了 我不去 哈哈 你待会可别别哭 一小时后 这 这裙子也太短了吧 谈凶怒辱的 有伤风化 有伤风化呀 主人 我要换回去 我觉得这套西装很适合我 让我看上去更加成熟了 既然你更加成熟了 小鬼 敢不敢玩点刺激的 先生 我可不是小孩子 有什么是我不敢的 好 那我们就去玩过山车 不玩了 不玩了 我不玩了 油鹤 小鬼 尿裤子了 丢人 太丢人了 也许我该追随黄昏而去 而不是期待明日的清晨 小白 你先在这等一下 我带小冬瓜去换条裤子 遮弄这也不是事 然而就在唐白虎等待时 突然被几个混混流氓盯上 呦 美女 一个眼睛 不如陪哥哥们一起去好好玩玩吧 滚一边去 大肥屁股一身游 长得又丑又恶心 什么 好你哥小娘痞 竟然敢侮辱我们老大 我们老大虽然长得丑 但他可是一个稳重转一个男人 没错 没错 小妹妹 你就乖乖跟我走吧 哥哥会好好疼爱你的 快给我滚 嘿嘿 我最喜欢脾气火爆的女人 小的们 赶紧把这女人给我绑回去 哼 看见棍 卧槽 这小姑娘咋如此残暴 是个魔老虎啊 赶紧跑 你们有胆别跑啊 小娘们 别让我再碰见你 还敢威胁我 话吧 唐胆虎就追了上去 姑奶奶 我都到家了 你咋还追啊 你老娘我有仇必报 今日就让你们尝尝我的厉害 哼 这可是我们组织的基地 就算你有电棍又如何 兄弟们都给我出来 哼 哼 你以为人多我就怕你们了 连老娘都敢惹 也不看看我是谁 哎呀 我得赶紧回去 主人一会找不到我了 重大新闻 重大新闻 本市最大的地下涉黑组织 被一个身穿古装的神秘女子 一举歼灭 让我们为这个默默 未成事付出的英雄致敬 卧槽 小白 你这啥时候干的事 就你给李爸换裤子的时候 一群人渣想要轻薄我 还威胁我 我就追了上去 卧槽 这可是三十人啊 我这是收了个魔女啊 玩犊子啊 这也太吓人了 咳咳咳 咳咳咳 老白啊 我们这是法治社会 不要动不动就下狠手 还有 大唐以后也是法治社会 更不能对自己人下狠手 听明白没 不能对自己人下手 主人真是怕了我了 七天后 先生 你们那里可真好玩 下次再去 一定要记得叫上我 赶紧滚回家给你爹报平安吧 七天没回去 你爹娘的急死了 差点忘了我还有个爹 哎 这老小子总是让我操心 我还是先回去看看他吧 这熊孩子 究竟是爹还是 好了 小白 我去皇宫给老李送礼物去 你在家待着 等等主人 你看都这么晚了 干脆明天再去吧 我正好带回来了一瓶好酒 正好那个小鬼头不在 我们两个喝一杯 嗯 也好也好 那我去拿冰块 苏晨走后 唐白虎立即在酒里下了包粉末 哼 娘亲说过 男人都是大猪皮子 只有主动出击的女人 才能有肉吃 片刻后 爷 为什么感觉浑身燥热 极可难耐啊 是吗 一定是主人喝多了吧 我这就扶主人回房间休息 也好 大石 离开大堂后的里程前想要招兵买马 却因为受到打压 最终在残存部下的接应下 长途跋涉 逃到了大师国境内 陛下 前面是大石尤田 如果我们再继续往前 就会遇伤大石尤田的守军 以我们现在的兵力 如果对上他们 有几场胜算 陛下 我们一共才二百多号人 子弹不足五十条枪 哼 富贵显中求 大石尤田距离大堂 有六千多里 大石消息闭塞 不可能知道我已经谋反被贬的信息 陛下 您的意思是 大石尤田守军有几百条枪 只要本殿下将这些武器弄到手 就能够组织一支强有力的军队 可是 就凭这支军队 也不可能对如今的大堂造成威胁 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 就在这时 一个身穿现代服饰的人 慌慌忙忙的逃跑 殿下 前面有人 去 赶紧将此人拿下 玩犊子了 刚出狼舞 又入虎穴 我投降 我投降 我发色再也不逃跑了 求你们别再打我了 殿下 此人鬼鬼祟祟 一看就不像什么好人 一 此人身上穿的服饰 怎么很像 父皇从先生的 仙国带回来的服饰 你是什么人 为什么会从大石油田那边跑出来 大营 我就是个 在缅北干诈骗 和嘎腰子的诈骗犯 被你们的皇帝 从我们的世界 抓到了你们这个时代 天天挖矿 赚井做努力 您就摇了我吧 我再也不跑了